三个月交过年了 艺人Ella秀厨一遭大家来做年菜 要大家吃到好运又能够吃得健康 将做好的料理用大盘子倒扣对准 调整药的位置翻转过来 Ella亲自示范年菜料理 其实我觉得做菜啊 像做有一些东西 它的手续是比较 就是前面的签字作业是非常的麻烦的 然后但是就是你在 在那个过程当中享受 就是一点一滴的把这件事情完整 所以你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今天特地来学了年菜 回去就可以做给公公婆婆吃了 农历新年家家户户都会准备 丰盛的年菜一起围炉 除了来份五穀鸡象征吉祥如意 金黄色的鲜鱼料理也是不可少的 咸蛋黄还有南瓜 然后做出一个金色的效果 然后能够象征我们在新的一年 能够每个人都能够多金 然后这个多金还不是只有在这一年而已 我们年年有余年年都多金 享受大鱼大肉的同时 别忘了搭配蔬食 来分万年长青的长年菜 象征延年益寿 这个财就是取这个菜的谐音 如果在我设计菜的话 我会觉得其实新菜要吃蛮多的 那我们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饮食原则 让我们的过年能够吃着 开开心心吃着健康 提醒民众过年围炉 切切饮食物过量 少吃加工制品 多用天然食材 少肉多蔬菜 以蒸煮的方式取代油炸 才能健康团圆裹新年 新唐亚太电视高阶人 詹佑如台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